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路虎缆胜 是康纳今天接到的新项目 这是一台2022年的路虎缆胜运动版 就在几天前车主因为操作失误 导致追尾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虽然看着事故不是很严重 但豪车的前嘴一套也是非常的昂贵的 再说这样的撞击 不知道里面是否还有别的损伤 不过这次是给客户维修 所以不需要考虑会亏损的风险 现在康纳要将车子开到车库内 将损坏的零件全部拆解 评估一下车子损坏的程度 好订购所需的部件 能让这辆车早日回到行驶的道路上 可没想到打开引擎时就看到了不好的预兆 车头的前端支架已经彻底的被撞断 这让康纳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生怕里面还存在着什么大隐患 要是那样修复起来就麻烦了 不过在担心还是得按部就班的拆解 才能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 康纳将上面的螺丝一一的卸掉 终于将前端的保险杠拿了下了 里面大部分都是塑料的零件 基本上都得重新换新的 当拿下大灯时就更加的一目了然 里面的一些零件也都碎了 为了更好地评估这次事故的损失 康纳继续拆解其余的零件 随着一声声拟掉螺丝的声音 康纳也将所有损坏的零件拆解了下来 眼前这些都是要被替换的零件 这几乎是整个前端的部件了 显然这次的修复也不会很便宜 康纳现在需要清点一下损坏的清单 然后去订购所需的部件 这些都需要提前订的 因为这个一周后这些零部件才到火 在等待新零件的同时 康纳也没有闲着 她将剩余损坏的部件都拆解下来 并拔掉所有冷却器上的管道 将其一步步地拿了下来 这时之前订购的零件也都到火了 康纳要检查一下 这些零件是否在运输途中有损坏 还好这次的订购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里不仅有很多小零件 还有一个新购买的新散热器 康纳没有直接去购买一整套 如果直接购买一整套新的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康纳采用了新旧结合 这样修复的成本会降低不少 等康纳将散热器安装完成后 接下来就开始处理支架了 这个一子板的支架已经出现了弯曲 所以康纳需要将其周边的零件都拆解下来 然后将车子开到工作台上将其修复 这可是康纳的拿手活 像这样的小问题 对于一个板筋大师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只见他借助着机器的拉力 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小锤 没用上十分钟就将其修复完成 拉了一下对角也是相当的完美 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很多 只需要将新的零件替换上去就可以了 这时康纳拿来一个绿色的工具箱 他要给车子做一个真空检查 确保每个管道内都没有任何泄露 这个工具是非常的好用 当气压打到15个的时候停止 让其静止10分钟左右 在这期间康纳调制了一桶混合冷却液 只要将另一根软管插入桶内打开阀门 冷却液就会自动地吸入其中 这样可以保证管道内不会出现有空气的情况 等将里面的多余的空气放出来后 康纳就将车子启动了起来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加满的冷却液开始减少了 这时就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将其加满就可以了 等这些都被处理好后 康纳就可以安装引擎盖了 这是康纳重新购买的 需要将引擎盖上旧的小零件安装到上面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 虽然看着一个小小的事故 但是换的零件却很多 像眼前的大灯就换了两个 甚至连左侧的轮骨也都换了 当康纳将保险杠也安装上去后 这台2022款的路虎缆胜运动版就修复完成了 康纳最后也没忘了送了一个惊喜四件套 不但里里外外清洗干净 还给车子上了一层了 车子看起来就和新买的汽车一样 让其重新驰骋在道路上 一辆全部由垃圾拼凑成的鼠棒车 竟然有人想用三万美刀的高价抢着购买 这是歌坛车厂做过最划算的生意 鼠棒改装车的翻新进度很快 发动机已经处理完成了 接下来他们开始制作车身板件 之前作品中马克特意强调过 这辆车的所有零件都必须是二手的 为了风格上的统一 他要把制作出来的钢板作秀 这里车厂有自己的独家配方 那就是用盐白醋和过氧化器 混合之后喷在金属上面 金属一斤接触会立刻氧化 等反应进行的差不多之后 再用喷火枪对表面加热 这样能进一步的加速反应速率 最后的效果看起来还不错 只不过我感觉还是狠心 等到车身处理的差不多后 马克开始给车子喷漆 上面它来了一层浅绿色 下面选择不喷漆 两部分风格截然不同 完成后大家将零件全部都装上去 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最后的效果马克非常满意 车尾的古董行李箱 放置了好几块燃料电池 真正的发挥了他储物的作用 车内的玩具枪模型 被车厂改造成了变速感 仪表盘上的指南针 马克每其名约为GPS导航 搭配上前面的雪佛兰引擎 这辆车算是精品中的精品 当然以上都是马克的字夸 现在肖恩已经找好了买家 两人预期的价格是三万亩刀 买家是一个狂热的重金属爱好者 同时还是一个摇滚牛仔 这辆车的风格和他很搭配 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 肖恩总算到了目的地 客户对车子非常的满意 但就是有点担心价格 不过要不说肖恩是金牌销售呢 他一开始并没有谈价钱 要减轻对方的压力 然后买家先坐上去试试 把他的蝉虫先勾出来 肖恩直接开价三万五千美刀 买家直接猛啊 这个价格简直太高了 他最多出两万五 眼看谁都说服不了谁 买家就又做出了让步 出价两万八 马克觉得价格还算合适 于是这一笔就算成交了 车厂也成功获得一笔周转资金 眼前这辆车是保时捷917平T 现在他正在大名鼎鼎的柳泉赛道进行测速 如果达标的划车厂就能得到五万美刀 为了让客户满意 车厂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 上级在托尼老师这边还在苦心寻找修复保时捷发动机的方法 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使用手册 上面全都是德文 对于初中毕业的他来说根本看不懂 所以只能看图猜测 由于现在车厂只剩下了一个任务 所以大家将重心都放在了这里 此刻托尼正在汇报情况 他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查询 发现引擎的功能一切正常 就是火花塞没有火花 托尼推测是分电器的问题 这方面是戴斯的拿手活 同时为了保证车子的翻新进度 马克决定让他和原始人去装轮胎 托尼和戴斯修发动机 大家兵分两路 这个想法虽然很好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麻烦 根据托尼所掌握的信息 这辆9107的点火方式很发杂 需要非常多的线路 里面的任何一根出现问题 引擎就不可能正常工作 两人买了一个全新的分电器 然后把线路重新排布 更换掉烧毁的零件 这次应该就恢复正常了 接着两人叫马克过来试车 很显然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马克将车子倒出来 再次上街进行测试 这次一切恢复正常 速度也非常的快 当然这也只是基础部分 要想把它改造成赛车 还需要很多其他操作 马克将车子开回车厂 员工们要换装全新的悬挂 这部分的操作要更加精细 因为车主不是专业的赛车手 为了保证他在赛道上的人身安全 数据方面必须把握好 两人将原本的悬挂拆掉 然后将新悬挂向上移动了19毫米 将车身向空气动力学靠路 确保他的性能可以和保识洁癖 这样车厂才能将工钱拿到手 同时在车漆方面 为了节省时间保证效果 车厂选择了贴一层保识捷917同款车模 这样既减轻了重量 还能满足车主的要求 现在车厂能不能回到正部 全看客户是否满意了 马克将客户约到了柳群赛道 这里每天都有赛车爱好者来比赛 要是这辆车跑完一圈 用时在两分钟内 那么客户就会复管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车子就像一只离弦之剑 飞奔在赛道上 在大家紧张的注视之下 这辆车仅仅用11分52秒 众人都非常的激动 车主也心满意足地付了5万每刀的巨款 车厂总算可以缓一口气了 给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改装车子是什么体验 这次西海岸车厂阳哥 受到DC漫画公司的邀请 要给海王和闪电侠定制两辆车 此刻大家正在商量改装计划 这次是DC和奇亚汽车联手 通过西海岸改装厂的技术 打造出两辆具有超级英雄特色的车子 完成后会把它们进行异卖 款项全部捐赠出去 这也符合超级英雄救死扶伤的理念 首先是闪电侠主题的车子 它的特色就是要突出速度 外观上采用红黄结合 在尾部突出蓄化效果 要给人一种风驰电车的感觉 至于海王车子的设计 由于这个角色的超能力有些奇怪 所以大家都经常嘲笑它 为了使车子改造好之后 看起来不那么庸俗 改装厂需要着重设计一下烤漆 怎样将海王的三叉戟 完美地融入到车子上 营造出一种一跃而出的立体感 这次总体的计划就是这样 DC公司分别选了两辆车子 第一辆是这个福瑞迪 它的特点是灵巧又有趣 基本个性和闪电侠相似 所以这辆车将会和闪电侠匹配 而海王的设定来自海洋 和环保方面有些联系 所以他们选择了节能又环保的锐偶 有了初步的计划后 杨哥回到车厂开始制定计划 他们要给福瑞迪加上闪电图案烤漆 让这部车就连静止时都感觉像闪电一样 另外还要在引擎盖上切割出闪电形状 削掉门把手并用欧洛克车灯点亮 至于内部的话 他们会采用定制红黑双色内装 从内到外都要有红黄闪电标志 在末尾的后备箱 会有闪电侠漫画联名的音箱 总之车内的一切都贯穿着闪电侠的元素 而另一辆海王的瑞欧 他们要采用金属立体雕刻凸显水行侠的腰带 并勾勒出车身形状 然后用它的绿金服装作为烤漆的灵感 用金色灵片覆盖车顶 下半部则采用绿色 在两侧加上风衣来切开气流 外部的改造计划就是这样 这是一辆以超级英雄海王为蓝本 改装而来的主题车 全车采用大量的海洋风格 甚至后面的音箱都变成了水族箱 这辆车内部的设计里面 会继续延续绿金主题 地毯采用沙滩的质感 带给人一种海洋的感觉 在车子的后备箱里 他们会打造酷似水族箱的定制低音箱 这个风格和海王简直是绝配 这次改造的两辆车 都会采用质量有保证的马牌轮胎 这就是他们的改造计划 车子被送到车厂后 团队就开始了拆解工作 大家都是有着十几年功龄的老员工 所以对这种工作早已轻车熟路 不到半个小时 就把闪电车拆得一干二净 这部分完成后 他们又开始处理锐欧 把零件全部拆出来 然后开始改造车身套件 首先就是车门的门把手 员工把它完整地切掉 然后用一块金属板重新焊接上去 填补上面的漏洞 趁着工具都还在 它又在引擎盖上画出了一个圆 然后拿出工具进行切割 很快就搞出来一个完整的圆 现在车身上的改造就结束了 大家接下来要对套件进行喷漆 当然这只是一层白色底漆 最后的闪电效果 西海岸车厂是做不出来的 他们需要找更专业的人来帮忙 在等待漆面风干的时候 员工开始制作音箱 他用了很多闪电下贴话 将整个模板完全覆盖 虽然很有创意 但我觉得这个效果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在员工们处理细节的时候 杨哥找来了专业的绘图师傅 要给两辆车进行喷漆 为了达到渐变的效果 这个上漆过程需要非常多的材料 每次的手法各不相同 为了保证最后的效果原汁原味 杨哥请来了DC的负责人 让他来监制整个过程 从视频的情况来看 他还是有一些绘画功底 这个闪电侠的头像活灵活现 不过为了让他看起来更立体 专业师傅对他进行了修饰 这样看起来就很完美了 这辆闪电侠车子的进度飞快 接着我们来看海王的车 员工会用腰带对车身进行包裹 让他完全服贴车身的曲线 然后用水刀切割引擎盖 打造出立体的效果 你绝对没见过沙子座的地毯 这是超级英雄海王的特色车 全车采用的都是海洋风格 上级员工用打磨机处理表面 勾勒出腰带的位置 然后制造出不同规格的钢条 将它们焊接在车身 这样就能打造出立体的效果 接着他们把多余的地方切除 对细节方面进行打磨 确保最后的质感 经过一个小时的忙活 这辆车的腰带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进行打磨上底漆后 就可以在上面添加海王的元素 在另一边的闪电车上 此刻红色底漆已经完成 接下来是给车身描绘闪电 我想看过闪电侠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这种配色 这位师傅先调制了一些黄色漆 在车身画出了闪电的形状 最后在这些线条的中间 涂上一些白色增加闪电的效果 彻底风干之后 这辆闪电侠风格的车子 就算喷漆完成了 接下来大家的重心 就要放在海王的车上 他们给车子喷上金色底漆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厚重 符合配色的要求 等到金漆完全风干后 绘图师傅开始自己的创作 用这个在车顶弄出了很多灵片 完成后他对其他套件上色 现在车身的喷漆就彻底结束了 接着杨哥又请来一个高人 他是专门给玻璃做客室的 车厂要在玻璃上 客室闪电侠和海王的头像 这一步可以说是画龙点金之笔 一旦出现失误 整辆车都将重新开始 不过从视频展示的情况来看 最后的效果还算不错 现在就到了改装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给车内装内饰 他们搬来了好几袋沙子 在表面铺上一层后 将表面的沙子细光 这辆车海王车就算彻底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到闪电侠这边 员工们也在做收尾 他们给引擎盖装上标志 当两部分融合的那一刻 这次的改装任务就结束了 杨哥把DC公司的人约到车厂 让他们对工作进行验收 可以看出双方都非常满意 这次的合作也圆满落幕